这个巴西总统呢 他最近啊是这个因为呢 不甩防疫规定 所以呢遭到了卫生部门来开罚 其实日前呢他在这个 出席了一个这个马兰 马兰劳州的一个这个 公开活动的时候呢 因为他其实过去就已经不把这个新冠肺炎 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也不相信这个病毒传播的威胁 所以呢过去在整个这个巴西的疫情期间呢 他都不配合这个公卫专家的建议 导致帮巴西当地的疫情恶化 那么波索纳洛呢 他日前到了这个巴西的马兰劳州 出席公开活动的时候呢 更是因为没有遵守健康安全的规定 被当地的卫生局开罚了 根据半岛电视台的报道呢 马兰劳州的州长迪诺表示 这个州卫生局呢对总统开罚 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集会 公共的活动当中呢 没有遵守防疫规定 迪诺说呢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这个当地规定啊 集体集会呢超过100人的话呢 必须要戴上口罩 但是波索纳洛都没有做到 根据了解呢 这个总统办公室收到罚单之后呢 会有15天的申诉时间 之后呢就会确定 这个罚款的金额了 那么轻忽疫情的波索纳洛呢 他其实自己已经是得过了新冠肺炎 但是一直到了现在呢 他仍然是对于这个大规模的环境防疫 抱持着反对态度 他拒绝在全国实施环境管制 也不下令停工停客封城 那么根据呢 这个美国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料显示 巴西目前确诊人数是已经超过了1590万人 还有44万多人病死 那么巴西的餐饮院上个月呢 是启动了一项调查 就是要来调查波索纳洛跟他的政府 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 对危机处理的表现是如何 那么上个星期这个调查结果也出炉了 给了波索纳洛一个不及格的评语 批评他呢 不但不愿意购买疫苗 还相信什么都不做就可以群体免疫 那么再来看到的是南韩总统文在寅 和美国总统拜登进行了这个美韩峰会之后呢 南韩三星生物质剂公司 隔天就和美国的莫德纳药厂 在华府签署协议 确定三星将会在南韩代沟生产 这个莫德纳疫苗 目标就是要提供美国以外的市场 莫德纳呢 也成了这个第四支 由南韩业者受托在南韩境内生产的一支疫苗 拜登和文在寅会面的时候呢 就同意要建立一个全面的全球疫苗伙伴关系 加强疫苗国际的合作 也扩大疫苗生产还有原料的供应 那么紧接着呢 文在寅也在他的脸书上面发文表示说 这一次的到美国的会谈呢 成果丰硕超出预期 拜登的决定呢 也显示出了他对美韩同盟的一个重视 讲完疫苗就要来关注到这国际间的疫情 马来西亚最近的染疫人数激增 23号通报新增了6976例的确诊 创下了当地的单日新高 那么这个累计的总确诊数呢 已经突破了51万 死亡数达到了2200多人 有专家都分析说呢 这可能是因为有很多人是这个无症状的患者 没有发现自己染疫的情况之下呢 就把病毒传播出去了 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 他是又无症状 然后又没有接触死 或者是他们没有真正的去详细的去了解 接触死是怎么样接触到的 所以他们就不会有做这一个特别的防护 所以他会加速社区的感染 或者是在这个我们叫做办公室感染区 再来看到有一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发生 在意大利的西北部 在当地时间呢 上个礼拜天呢 这个意大利境内有一个第二大湖泊 马娇雷湖 连结山顶这个缆车呢 突然是从高空坠落了 那么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 目前是已经有13个人死亡 那么这个山顶缆车呢 路线是从这个当地一个度假小镇 斯特雷萨载着这些游客 来到海拔1492公尺的 莫塔罗纳山的山顶 整个过程大概是20分钟左右 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呢 当局是在推特上面发文表示 这个缆车发生了严重事故 山难救援还有其他的救难小组呢 是已经抵达了现场 而另外当局也出动了两架的救援直升机 只是呢 因为这个缆车是大概从海拔300公尺处 坠落到了这个树林里头 也导致救援过程相当的困难 据了解呢 事发的这个缆车车厢里头 载了有十多人 那么根据初步的研判呢 缆车里头的成年人是当场死亡 另外有两名分别五岁跟九岁的孩童呢 有一个人是重伤 是已经由直升机进行送往医院来急救了 先来听一下当地市长的最新说法 找到这些瘋狂的身体 客机呢本来要飞往这个立陶宛的 结果紧急迫降在这个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 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导呢 白俄罗斯的当局是要求 这一架从雅典起飞的瑞安航空客机呢 紧急降落在白俄罗斯 原因呢是传出机上有炸弹威胁 那么瑞安航空是表示呢 这一架载着有100多名乘客的客机 在接获了通知之后呢 说这个机上啊可能会有安全危险 所以呢被指示要降落在明斯克机场 那么白俄罗斯当局也立刻派人登机检查了 但是并没有发现 那么随后呢这个这架班机也已经在台湾时间 今天的凌晨飞抵了立陶宛 但是有反对派的人士就指控说 这其实是要逮捕一名 这个叫做普罗塔塞维奇的反对派人士 这只是白俄罗斯当局的一种手段 有媒体报导说呢 这个警方登机逮捕了他 对此欧盟表示呢 全机乘客的安危要为白俄罗斯政府试问 也暗示呢要他们释放这个普罗塔塞维奇 欧洲理事会的主席米歇尔则是表示呢 会在这个24号的峰会上头讨论制裁白俄罗斯 北约组织也提出了要求说要调查这起事故 那么白俄罗斯呢在去年夏天就爆出了这个反暴政的示威 有很多民众因为不满这个总统卢卡申科操控选举 让他呢得以第六次连任总统 但是呢官方是持续的打压示威的民众 那么普罗塔塞维奇呢也因为揭露警察暴行 所以被当局列入了涉及恐怖活动的个人名单 传出呢他被捕之后恐怕要面临死刑 那么你想知道最到位的国际时事分析 最精准的国际趋势解读 请立刻订阅全球大视野频道 在这个YouTube中天电视频到首页底下 有一个频道精选 第二个就是全球大视野 请大家立刻点击进入订阅按赞分享 还要开启小铃铛 看完影片之后呢也记得按赞留言 请带大家来冲一波订阅全球大视野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